全世界范围的公司里面 有两家公司是惊人相似 就是阿里巴巴和eBay是惊人相似 今天eBay是真正一个国家的市场 我们在世界上有33市场 包括澳洲、加拿大、中国 同样是2003年的上半年 正式进军中国市场的国际电商巨头eBay 筹划收购当时中国最大的 在线拍卖网站 亦去网三分之一的股份 信心满满地进军中国市场 此前 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 主要在企业和企业之间建立交易联系 eBay进军中国的消息 让马云十分警觉 他找来几个阿里员工 秘密研发一种和eBay类似的 也就是买卖双方都是个人的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淘宝网 5月10号是收好药又是10号那天 我们总共七八个人 要凑产品卖的产品是 每个人必须在家里找出四件产品 我是凡箱倒归 我们家没东西 总共找了28件东西 凑了凑大概30件 然后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 就这么高起来 淘宝的上限 这时候显然丝毫没有引起eBay的注意 一个月后 eBay又花费1.8亿美元 全资收购了 成立于上海的电子商务网站 E去 展现出要占领中国市场的巨大决心 为了打乱对手的步伐 阿里巴巴决定主动发起进攻 在淘宝网的发布会上 马云宣布 淘宝网免费三年的政策 和eBay一去的收费模式较满 其实淘宝当时采取免费 我觉得也是有 它有底气的 就是当时刚拿到一大笔投资 就是孙真义的 那eBay它毕竟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因为受到一些财务的压力 相对比较捆住它的手脚 01年的时候注册了e去 并且成为一个兼职的卖家 eBay一去简单是三种费用 一种费用是登陆费 不论卖不卖得掉 你都要交这个钱 一件商品在一块两块这样子 第二个费用是成交费 根据客户拍下那个价钱 它会收取一个百分比 然后第三个费用 是在后来卖家越来越多之后 希望你登陆商品能够靠钱 它就有一个优先展示 叫推荐位的一个费用 相比eBay一去网收费的模式 免费注册和交易的淘宝网 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心理 三年免费的这一张王牌 为阿里巴巴赢得了一个新兴的市场 我注册淘宝网是因为有好多个 不止一个 我的老客户来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淘宝网开店 那个上面没有交易费用 没有登陆商品也没有费用 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 去注册了一下 免费是一个手段而已 但真正你必须创造出 比收费更好的服务 比收费创造更好的价值 你才有机会赢了